接下來是李明賢議員 市長你好 看到你去大甲媽繞進 很虔誠啦 那我看到 媒體看到 你也貼紙 那個藥布啦 整聲音聽了 所以我們在那裡 還是有人情味 所以我個人準備 藥布給你 藥布藥布 市長是這樣子喔 是你的身體痠痠痛 可以貼藥布 可是喔 台北市的市政喔 整個城市聽了 台北市政喔 都全痠痛 貼藥布真的有用嗎 市政聽了 藥布根本沒有用 台北市的市政 不是貼沙龍趴絲 就可以消炎止痛的 真的整個城市聽了 市長啊 你連任一百幾天以來 去美國 去外國 台灣早逃逃 你去亞馬祖 你去花博 你去東南部 啊我們抓到的喔 你穿到 穿到一堆 齁 雖然你有穿到 一百幾天 你在台北市有幾天 算算的沒到一半 所以我這樣說 你到底對台北市有心 你有心要做市政嗎 所以你等一下要說清楚啊 我剛才在說為什麼 台北市的市政 聽了了 大巨蛋在旁邊 你看到都沒關係 我們每天都要經過 看一遍 艱苦一遍 要怎麼處理 市政府 沒有改革的方法 啊你說我們來後交通不求了 我們來後是看到你 看一遍 你們一遍 你敢知道 啊所有這些市政 都不用處理嗎 你特別在為替菜鳳的時 你都在說韓國瑜 韓國瑜怎麼 韓國瑜人在外面 拚了經濟 去台北拚了經濟 啊你是拚了哪裡 東區 東區商 商店 拐一堆 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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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租啦 對台北京人來說 都是出租啦 你有算看嗎 去年107年 台北市倒閉的公司有幾家 超過一萬家 平均一天倒了27家 這是台北市的市政嗎 公司倒了之後 台北的經濟這麼賣 到底你拚經濟是拚得對 所以你說清楚 等一下你市政報告 尤其你的市政報告 兩棚在那裡 大巨蛋三個你都不敢說 拜託你說清楚 要不然齁 你的市政 還有大那麼多 什麼都趴事 都沒有行